吉布提共和国是一个非洲东北部的小国家 该国国土面积2.32万平方公里 人口总数100万 火山和沙漠占据国土面积的九成 被联合国公认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不过即便是一个弹丸小国 依旧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战略角度来看 一旦现代化战争打响 吉布提会成为中东范围内最有效遏制阿拉伯半岛敌岸优势的国家 20世纪70年代 美国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俗话说的好 吃别人的嘴短 拿别人的手软 虚伪的美国人不愿在国际上落下把柄 因此拿出大量资金扶持推动 吉布提经济发展 然而上百年的时光过去 吉布提除了军事基地增多以外 其他各类经济指标均止步步前 在这个关键时刻 中国伸出援手 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便跟出了吉布提的弊病 让这个国家发展步入快车道 为了报答 吉布提专门为中国送上一份豪华大礼 引得美西方羡慕不已 中国到底做出了怎样的援助 这份大礼又是什么意思呢 本期影片就让我们一起探寻 这段吉布提的往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在这里我们一起领略大国重启风采 感受科技且魅力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奔赴中国制造的星辰大海 吉布提东南同索马里接壤 北与厄里特里亚为林 西部和南部与埃塞俄比亚毗林 厄空红海进入印度洋的要冲曼德海峡 上世纪以来 吉布提就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 在这里有一个奇特的现象 那就是吉布提政府军总数才5000人 其余外国驻扎士兵超2万人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目的 但有一件事是大家公认的 那就是吉布提在海上航运的地位 无论是南下印度洋 还是北上的欧洲 各国的商船都需要经过吉布提 而且航运基本上都是大宗商品 因此外界戏称其为石油通道的哨兵 俗话说的好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 自身却没有实力去捍卫 在这样的背景下 吉布提便成为西方国家的体现木偶 任由其摆布 1850年 法国盯上了这块肥肉 半个世纪以来 法国的思想文化和习俗 强烈冲击着吉布提 这也导致 即便在1977年宣布独立后 吉布提依旧和宗主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除了法国以外 靠着战争才发家的美国 也将目光注视到这里 美国人戴着虚伪的面纱 打着投资的幌子 不断渗入吉布提 在丰厚的利润下 当地人民没能经得住诱惑 导致上世纪70年代 美军在这里安置了军事基地 上百年以来 美国人在这片土地上掠夺了不少资源 为自己谋取了暴力 因此 他们拿出一部分分给当地的人民 但在上百亿资金的扶持下 吉布提的生活水平一直止步不前 农业和工业上的匮乏 导致当地人民只能依靠进口和援助 这究竟是为何 对于吉布提而言 他们没有形成系统化的产业链分工 更没有生产商品的能力 这都是因为美国肆无忌惮的倾销商品 造成相关产业的破产 没有生产力 何来的经济发展 就这样 在没有多元化产业模式的扶持下 吉布提逐渐走向单一 正因如此 吉布提不得不放弃国内的工农业 转而靠出租港口养活生计 众所周知 想要让一个国家站稳脚跟 最重要的当属基础建设 2002年 美国提供400万美元和200万美元 分别用于发展援助和改造电台设备 但这些钱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无疑是杯水车薪 美国100年没能救活吉布提的原因 小编认为有以下两点 第一 美国人只会画大饼 不愿意提供大量的经费扶持 第二 美国喜欢操弄资本的游戏 习惯以小博大 并不想做注入基础设施建设 这类吃力不讨好的活 那么中国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1979年1月8日 中级两国正式建交 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 中国也将目光顺向了非洲大陆 这片土地贫瘠却又充满活力 中国工人在这里干得热火朝天 不此辛劳 20世纪末期 吉布提当地的铁路大都废弃 残存的铁路也只能维持1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中国工人来到这里 欣然接受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间的铁路工程 2013年9月 中国基建队伍开始施工 经用两年就将这条连接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命脉建造成功 铁路全长704公里 每小时时速120公里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建设成本高设计中米最终铁路造价40亿美元 远超当初的15亿美元 为缓解吉布提政府压力 中国的进出口银行金负重任 为埃塞俄比亚七成和吉布提八成的路段资金提供贷款 近些年来中国的发展速度举是瞩目 在很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随着庞大的进出口量 海上运输线也夺出了一个插着红色五星的轮船 海盗是海上运输最大的风险 身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 中国自然而然实施了不少打击海盗的任务 2008年到2017年期间 中国派遣28批舰艇编队 在亚定湾索马里海域进行反海盗任务 这样做有两个原因 第一点保障中国及世界各国商船的安全 维护海域的稳定 第二点增进了吉布提的关系 通过保障海域安全从而建立深厚友谊 当然军舰巡航是需要补给站的 通常中国军舰会来到阿曼和野门 但是这两国常年战乱 补给站随时会被切断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决定建立一个海外补给基地 此时此刻吉布提向中国抛来了橄榄枝 主动邀请中国设立港口 此前中国还参与了吉布提国际自贸区 和阿萨尔盐湖出口码头对外的项目 如果基地正式建立 中国将会更加便利的参与到吉布提的建设工程 这下子美国可不愿意了 一时间西方的舆论攻势如同洪水般席卷 但是吉布提心里跟一块明镜一样 权衡利弊后选择了中国 就这样2016年中国补给基地的工程正式开展 与此同时中国还从自身经验出发 为吉布提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发展战略 初步计划为先建设港口 后进行工业 再到城市化 在中国的预期中 吉布提会成为东非航运的中心 不过索马里海域还会时不时发生海盗威胁和国内政变 这些因素都要考虑其中 尤其是美国的敌意 在吉布提部署兵力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持续扩张单边主义霸权 达到战略性强权的效果 这种仗势百事百灵 在美国看来 这是欺压小国的戾气 吉布提碍于淫威 只能屈服 不过这种屈服不是心甘情愿的 他们还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通过左右逢源来换取稳定 激进狂魔的称号不是白叫的 补给基地计划一经落实 短时间内就建立成功 在认识到物流运作和中国强大的基建实力后 吉布提送上了一份豪华大礼 那就是邀请中国参与建设港口的项目 需要知道的是 但凡闯过苏伊士运河通往欧洲的船只 或者从鸿海南 下市印度洋绕道好望角的船只 都需要到吉布提港口加油 由此可见港口存在的必要性 见到吉布提诚意满满 中国毫不犹豫答应了提议 消息一经传出立马引起一场渲染大波 西方媒体体现出典型的吃不到葡萄 咸葡萄酸 他们渲染着中国意图入侵 谋取暴力 占据他国港口 然而事实胜于雄变 使今会验证一切 近些年来 吉布提社会层面的基础设施已经悉数竣工 原来的短板已经成为优势 正是有了中国 吉布提才能从一个依靠援助和投资的小国 成长为自己自足的航运国际化重要的中转站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于中国原件吉布提 你认为是大国风范 还是念有所图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记得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 感谢观看